大家好 我们这时登上了佐治亚女王号游轮 要在船上欣赏萨发纳河两岸风光 我们以前来也坐过这个船 小朋友喜欢所以又来坐了 去到上一层看看 这艘船一共有四层 能容纳一千多名乘客 我现在是在第三层 看起来今天这船上的人也是挺多呀 这是河面上的景象 再去那边看看 反正是上来了也没别的可玩 就到处走走看看 在这一堆童子 这一堆童子 这一堆童子 这是一队童子军 一个个都背着户外用的打包 看样子是在拉链 同志军的队伍走远了 我们的船也开动了 船的航行路线很简单 我事先没有搞清楚方向 就拿左右来说吧 起航之后先往左走 经过我们常看到的这座大桥 到达国际货运码头 在我身后马上就要经过的这个轮船 是香港船 上面写着大梅 这个地方就是萨凡那国际货运港 我们从国内买的东西 有些走海运的 就有可能到这来下船 轮船到达港口之后 就调转船头了 经过了我们刚才上船的那个地方 然后一直往前 也就是朝着河流入海口的方向行驶 这个到了我们来的那天吃饭的餐馆 从船上看岸上的风光也是很好看很美的 天气好 这一段河面宽阔又平静 大船行驶的 很美的 这一段河面宽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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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供游人参观的地方 看见了吗 一声炮响之后 我们这艘船的行驶也就接近了尾声 从此调转船头 一路加速回到了我们出发的码头 一路加速 temps 三风三 三岸 三